一份普通的快递却隐藏着百万大奖 我还想我这八十万块钱打到时候应该怎么着 六群大妈百万大奖二十万个税 为何遭遇银行百般阻拦 是故意而为还是另有隐情 不光今天要阻止他 我要阻止他用劝 天降横财为何经历重重波折 百万大奖最终何去何止 鉴请收看本期平安365百万大奖 2015年10月19日 家住北京的潘大妈发现了一件高兴的大事 中午吃过午饭就告别了自己的老伴 兴冲冲的来到了离家不远的北京银行澳北支行 那天我可高兴了中午 中午可高兴吃饭的时候 我乐爱他 我们家老头还说 你就美吧 由于潘大妈来银行是办理跨行转账业务 对填写汇款单有些不熟练 于是寻找经常给自己办理业务的大堂经理李飞 帮助自己填写汇款单 因为李阿姨之前跟我们也比较熟 然后我们也是询问了一下他为什么要汇款 按照银行惯例 汇款前都会事先询问汇款人与对方是否相熟 然而潘大妈迟疑的态度让大堂经理李飞产生了怀疑 就是表达呢有些犹豫 然后神色呢有些紧张 不说收款人是谁 也不知道他认不认识 潘大妈是北京银行澳北之行的长期客户 平时交纳燃气费理财等方面 一直都是李飞办理 所以潘大妈基本银行义务都会与李飞说明 然而这一次询问 却闭口不谈收款人与自己的关系 只要求尽快汇出20万元到自己提供的账户上 我们银行的这个规定是这样 就是如果您这个收款人您不认识的话 汇多少钱我们都要给您进行这个风险提示 都不会让您把钱汇出去的 本着保护客户的财产安全原则 北京银行规定对于收款人陌生的情况下 一定要对客户进行风险提示 规劝不要给陌生人汇款 警方上当受骗 于是李飞并不急于给潘大妈办理业务 而是引到一旁会台进行详细询问 然而接下来的询问 却让李飞意识到 这不再是一笔普通的转账汇款业务 然后他说他通过这个刮奖 他发现他自己中了100万 潘大妈言辞肯定的说 自己刮出了100万大奖 只是过来交纳个人所得税20万 这个回答让李飞始料不及 对一般像 比如像咱们那个双色球 一般比如你要中了500万以后 等于去领奖的时候 在领奖公司 然后他就会让你交一个20%的额税 只会给你400万 他不会说让你先交100万 然后再让你领500万 面对李飞提出的质疑 潘大妈随即拿出了一份快递单 证明自己确实是刮出了100万元大奖 可是这也更加重了李飞心中的疑惑 考虑到潘大妈年龄过大 情绪不宜波动 李飞婉转地告知潘大妈 可能是遇上了重奖诈骗 觉得人家不会蒙吧 好嘞什么我的地址啊 我的名什么的 我的电话呀 他都知道 我还是犹豫在那坐着 因为我拿着我的卡呢嘛 我还是想象 那意思我还是电子给他寄钱 好让他给我操作完了 李飞的劝说 并没有得到潘大妈的认同 仍然坚持要汇出20万的个人所得税 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重奖信息 让潘大妈不听取自己相熟的银行职员意见 反而强硬地坚持汇款呢 详细的地址 正确的电话 潘大妈深信不疑 难道三个五千二呢 就等于住一百万 逼真的传单 诱惑的公章 是确有其事 还是另有圈套 我觉得他做的那个挺精致的 而且都是采业 但是我们就 第一反应就肯定不会是真的 平安365正在播出百万大奖 原来在2015年10月19日上午 潘大妈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快递 其初并不在意 以为是普通的广告传单 因为自己并没有上海的亲戚 也没有买过任何需要邮寄的东西 一丑呢 又不是我家孩子的名 是我们家老头的名 我就看他写的这些的 反正一说有刮刮 你刮一下那个 就可能中奖 我就刮开了 不过一丑呢 有三个心 三个五心嘛 他说三个五心呢 就等于住一百万 快递带内装有一份三星76周年 电信回馈客户的刮奖活动传单 按照传单上所示 在刮奖处 潘大妈刮出了三颗五心 对应内容后 发现自己竟然中了一百万的大奖 跟我们家老头说 我说我刮开了三个五心 中一百万 他说你竟然哪有这美事啊 我说你看他写的特别挺对的呀 而且我说他怎么知道咱们家的那个地址呢 面对突如其来的一百万 潘大妈很是高兴 连忙拿起了手上的传单 找到了上面的对讲电话 抱着试试的态度 潘大妈拨通了传单上领奖的电话 然后我就照着那扇那个电话 我就给打过去了 打过去了 他说您刮开了吗 我说我刮开了 是三个五心 他说那就 那个恭喜您 您确实中了一个二等奖 他说二等奖是一百万 告知自己刮出了一百万 潘大妈心里非常高兴 后来我一吃饭还特别高兴啊 但是回忆自己 只是办过一次三星会员 就轻而易举的得到了这一百万 惊涕的潘大妈还是存在一丝顾虑 得知这样的刮奖传单 被邮寄了很多份 刚好自己幸运地 刮出了一百万大奖 这样的回答 让潘大妈深信不疑 毕竟这是自己亲手刮开的意外之财 然而接下来 对方要求转账二十万个人所得税 却让潘大妈非常不解 我说那我中奖 为啥给你打二十万呢 我就说那你就从我那个奖上 拨下二十万了 不就行了吗 他说那不行 说支不出钱来 说得到您那账上 才能支出钱来呢 您去支钱到您那账号上 说我们支不出来 真的我说 真的是假的 说确肯定的 说那要不然您咨询一下 就他那有两个相片嘛 是什么法人代表嘛 二十万不是小数目 是老两口的养老钱 潘大妈对此很谨慎 所以并没有立即答应汇款 只是眼看要到手的一百万 因为不先交个人所得税 就泡汤了 潘大妈还是心有不甘 于是按照传单上所著名的 公证人员的电话号码 拨通了电话 我说你是什么人员啊 他就说 说我是那个 那个法定人员 您看那啥都有我们的相片 可不是都有相片 您看前后都有相片 而且前面 后边有一个张 前面有两个张 这张三星公司76周年 庆典活动的宣传彩页 正面介绍了 本次活动的相关说明 以及刮奖区 重奖说明 和公证人员的照片 及联系电话 背面则是 上海东方公证处的公证声明 以及和正面相同的 公证人员的照片 与联系电话 同时 三星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公章 和公证处公章 也印在了宣传彩页上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 看似内容完整 真实可信的宣传彩页 去让北京银行的工作人员 李威 看出了其中的破绽 宣传单上 一般都不会盖公司的公章 一般宣传单上是没有公章的 而且也没有公证处的章 也不会在宣传单上 所以我非常肯定的是被骗了 认真负责 百般阻拦 老人繁身怀疑 你全部都等于给你了吗 我没给他的哦 迫于无奈 应急部署 银行全面追踪 他可能不会去 他只会在我们周边的银行 平安365正在播出 百万大奖 尽管李威不断地向潘大妈讲述传单上的疑点 和中奖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方法 然而潘大妈却并不相信 无奈之下 李威叫上自己的同事李小丹 一起劝说潘大妈 感觉阿姨还是属在半亲半疑的状态 然而小丹的借助让潘大妈情绪激动起来 规劝意识无法进行 李威随即想到 韩国三星集团是一家大型公司 这样的电庆活动 网上肯定会有公告 然而当李威拿起手机查询时 三星官网上的一则正种声明映入眼帘 近期有许多不法分子 以我公司电庆或者抽奖为由 然后说你那个进行非法诈骗 这样正种的声明 直接说明了这次百万大奖 彻头彻尾的是一起骗局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虽然潘大妈表示不再汇款 但当李威提出留下传单 潘大妈却坚决不同意 你要要我这东西 我说你按这个这扇的写 说的那你给打过去 等于是等于到时候这钱 有这钱不我我也得不着吗 难道潘大妈仍然不相信 这是一场骗局 只是一时敷衍 还会去其他银行汇款吗 北京银行澳北支行行长董辉得知情况后 意识到传单如果还在潘大妈手上 那么将会存在很大的隐患 会报到我们的管家行 然后再由下行会报到分行和总行 在下行内包括总行也会在第一时间 下发到各个支行 通过北京银行总行及管家行 通知北京银行澳北支行所在地周边其他银行 一旦发现潘大妈大额转账 立即劝阻避免二次上当 年龄比较大了 腿脚不太方便 而且他那个就是也是跟我们比较熟 他也是住在我们那个周边社区的 好了 所以他的这个经常的活动鬼运 可能就是每天都自己在家 然后可能出门门买菜 然后也不会去太远的地儿 正当北京银行下发通知时 潘大妈接到了诈骗分子的电话 催促潘大妈尽快汇过来20万个税款 并强调如果不汇款 那么这100万三天后就失效了 他说阿姨您为什么没去坐呀 没去那个地呀 说我们五点五点多钟就该下班了 说您要不坐的话 您三天之内就有效 过了三天就去就无效了 潘大妈的老伴几年前得病 需要长期服药 生活上一直很节俭 这样一笔天外横财 对潘大妈来说更是诱惑力很大 三天后无效 面对这样的最后期限 潘大妈又开始犹豫了起来 毕竟这笔100万的天外横财 是自己亲手刮除的 如果是真的 因为没有交纳个人所得税 而白白错失的话 毕竟太可惜了 但是如果如银行所言 这是场骗局 那么自己的养老钱将全部被骗走 潘大妈亦是陷入两难 正在这时 北京银行澳北支行 行长董辉联系到了潘大妈 希望大妈能再次来到银行 可能会容易引起第二次 或者第三次的这种 所以我们还是为了防范这风险 董辉向潘大妈详细讲解了 中奖诈骗的手法和内容 并从网上找出了多起 利用三星76周年实行重奖诈骗的案例 潘大妈越听越后怕 我说我已经上银行去了 要不然我就给你打了 我说银行的人跟我讲 说你这是骗子 是骗局 他还说他不是骗子 又给我打一次 我说的 那个 我不想得八十万 我就想得十万块钱都成 剩下都归你 你别让我再给你打钱了 我不相信你们 就这么说他后来 完了以后就没打电话 种种迹象都表明 这期百万大奖 彻头彻尾的是一场骗局 但是经过这场 子虚乌有的一百万中奖事件 后怕后悔的感觉 一直占据着潘大妈的心理 他说的再好听 给你写的再好 就是自个儿要理智 虽然这次百万中奖事件 被成功阻拦 但诈骗花样的层出不穷 也不得不让人提高警惕 面对陌生汇款 中奖通知等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为此银行安全专家提醒广大观众 不管你是中彩票也好 还是获得其他的呱奖 确实中奖了以后 他是不会让你支付任何费用 就即便是要扣除个人所得税 他也是会从你的奖金里去扣 不会让你主动的去付一些费用 最主要的就是还是不要给陌生人汇款 因为这个人不管是个人账户还是公司 你都完全不了解 也都不认识 那你绝对不能给陌生的账户去进行汇款 2015年11月20日上午9点 广西连日强降雨 导致了三江县古仪镇 一户民房背后的小山 发生山体滑坡 一名57岁妇女被掩埋 广西三江县消防大队的消防员到达现场后 立即利用工兵产 铁仙等工具 对坍塌的山体土石进行挖掘 三个小时后 消防员终于发现了这名妇女 不幸的是 她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平安365提醒您 遭遇山体滑坡时 首先要沉着冷静 不要慌乱 然后采取必要措施 迅速撤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比赛场地 应选择在一滑坡两侧边界外围 我们下期见